主家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 获证阿罗汉的皇位 这位直视比丘 就是现在的安宁王子 因为他前世的愿力 现在已经成熟了 所以今生能在我的教法下出嫁 灭尽三界烦恼 成为阿罗汉 多谢世尊 接下来 请收看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消除称慧心 愿成佛道 普渡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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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阿哄 好 请方长 谢谢 要感谢我们金多燕 大法师 慈悲 护法慈悲 让我们有机会 一起来 修行佛法 修行佛法 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希望自己 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第二个目的呢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像我们父母一样 也能够 离苦 得乐 那为了自己 离苦 得乐的修行方法 那我们叫 解脱道 也就是各位在缅甸的 南传佛教 修行的方法 打坐 断除 探生吃 脱离 轮回 这个叫 解脱道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 汉传佛教的 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什么精神呢 就是希望所有 不是你自己解脱了 不能自私 第二个 就是观音菩萨的 念一下 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 圆满无碍 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就 学观音菩萨 当然 有些人拜观音菩萨是求 哎呀菩萨求啊 让我发财啊 儿子生病 赶快好啊 这是正常的 那这个不是解脱道 这个是佛教教 人天福报 就是说 求现在做人 健康快乐 来世 升天 不要下地狱 这个叫求 但是话又讲回来 就算你现在健康了 现在有钱了 将来还会不会再轮回啊 一样又轮回 因为轮回很痛苦 所以就像我看到各位还没出家 我就觉得 你也把他冷汗 因为你觉得 有钱结婚很快乐 所以我刚刚昨天来看到很多 小小的出家人 年纪这么小就出家 哎呀羡慕啊 不管他们是什么旅游出家 就希望他们不要还俗啊 或什么 解脱 因为世间没有意义 再多的钱 所以我认识非常多非常多有钱人 包括我的家族 后来我发觉没有用 我妈妈得癌症 你把所有的钱都帮给医院 医院说 没办法 钱 只是给你方便 不能让你不生病 不老不死 当然话又讲回来 为什么会有钱 这个也很重要啊 不失得大富 所以昨天我们团体到sky 去供养一千个出家人 一人供养一万块 然后呢又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药 大前天 我们到那个缅甸最大的佛 大家去供养 我算一算超过一亿免币 大家第六层 然后呢 造佛像 造厕所 筋骨不好 缅甸人说要造柱子 这样 男人要健康造天花板 女人要健康造地板 缅甸才有的 脊椎骨不好 造柱子 大家抢了造柱子 刻上你的名字 你的脊椎就好一点 这个叫人天福报 就是追求现世啦 妈妈健康 这也很重要啊 妈妈健康 老公赚钱 对不对 儿子好好读书 那这些 要怎么做 等一下 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首先我们当然要守五戒啦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这是基本的 那佛陀说 念一下 持戒得升天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守戒律 你不守戒律 那你现在不快乐 来世也不快乐 那你现在不快乐 并不是说 我不是佛教徒 你们吃素 不要杀 我来杀 跟我没关系 错了 这个行为主宰命运 跟你的宗教没关系 所以佛陀说 我们的行为 首先不要伤害到 其他的人或众生 所以再跟我背一次来 不骗人 口才才会好 不骂人 声音才好听 唱歌不好听的举手一样 不好意思 爱骂人呢 唱歌很难听 讲话又沙哑 声音不好听 所以人有人自己的果报 第三个来 不背后批评别人 不讲别人是非 讲话别人喜欢听 你打电话给你老公 你吃饱了 干嘛 给你挂掉 他不喜欢听你讲话 因为你要讲他妈妈坏话 你要讲他弟弟坏话 他不喜欢听 所以背后讲别人是非 你讲话人家就跑掉了 不喜欢听 不喜欢听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守戒律 不然以后你连念阿弥陀佛 人家都不喜欢听 我在念阿弥陀佛经 你不要念 你不要念 很烦 因为背后 讲是非 又喜欢骂人 就不喜欢听 第四个 来 不讲没意义的话 就是不要随便聊天 佛陀说 要讲话 就讲跟佛法有关系了 不然就保持沉默 对不对 那女孩子讲电话 可以讲一个钟头 哇 念金刚经啊 没有啦 她在念老公怎么样 头发哪里做的啦 衣服哪里买的啦 然后佳佳有本难念的经 她念很久啊 所以 事实上讲那个 也没帮助 我们要 讲的是 什么方法 可以啦 如果聊天 聊是非 所以我常常讲 喝咖啡 聊是非 讲了 跟你又没关系 你贪嗔痴断了没有 慈悲心有没有 你讲 国家怎么样 国家怎么样 政府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跟你都没关系 这个就 这个就是 没意义的话 所以像我现在讲的有意义 跟你都有关系 不要骗人 不要骗人 跟英国有关系 所以佛陀要我们守戒律 身体 在背侧 不杀身 可以长寿健康 第二个 不偷盗 富贵有钱 第三个 不学淫 感情快乐 家庭美满 你这辈子感情不快乐 不要怪老公 你嫁给谁都一样 缅甸会算命 对不对 算命你给他 他就跟你讲 不是别人的问题 都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过去是造的业 所以 你今年几岁怎么样怎么样 我来缅甸也研究这个 哇很准 哇很准 我早上又去研究 六点就Morning Call 五点Morning Call 又去研究 人家讲这个很准 这个有根据的 那这个根据 原来就是 看你的出生年月日 就知道 就是你过去是造的业 所以呢 你到这个时间 就会生什么病 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漏财 会吵架 对不对 就好了 那佛法不是算命 佛法是你知道的 怎么改命 就叫佛法 你个性改变了 你心态改变了 你行为改变了 就叫修行 所以他算命 就没那么准了 就会改变了 五分痛变成一分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修行 那算命好准 所以我想 第一个 那我们 一定要守戒律 不杀身 不偷偷 不邪淫 这样才会家庭感情快乐 那你说我这辈子 对老公很好 他为什么对我不好 你上辈子对他不好啊 你是男人 他是女人 这边是患男 你是男人 他是男 你怎么欺负人家 能不能怎样欺负你 所以你的邻居 你的工作 你的亲戚朋友 简单的说 你如何对待世界 世界怎么对待你 你如何对待其他众生 其他众生就怎么对待你 我最近经常讲佛经的一个故事 我还在讲一遍 有一个出家人去树下打坐 很认真 结果一只野猪被追杀 冲啊 没看到他把他撞死 野猪把他撞死 那人家就问佛陀啊 这个出家人这么精进 按照你的教法在修行 怎么会被撞死呢 圣迦摩尼佛说 没办法 几年前啊 他刚出家 想要去打坐 搬个石头 压死一只蚂蚁 不小心 那一只蚂蚁 现在投胎做那只野猪 也不小心给他撞死了 一只蚂蚁 不是故意的哦 所以这个叫因果 你不小心也不行 也犯因果 虽然没有造沙叶 但这个因果他还是要成熟 一只蚂蚁 所以因为了解如此 那我们任何行为都要小心 那有些人脾气不好 开口就骂人 那没办法 脾气不好啊 所以你念奥弥陀佛都念得不好听 你念大悲咒人家 你不要出声音 因为你拿麦克风吵了 我念完了你还在念 因为你声音跟人家配不来 所以那这些都是你的习惯 那如果你愿意改变习惯 那是最难的 你会发现马上改变了 所以念一下心态改变 世界改变 心态改变 命运改变 有一个太太经常跟我说 师父我修行吃素 我先生经常打我 为什么我也没跟他吵架 我就说 我看你那个脸就是欠打的样子 你先生讲你这个脸很难看 虽然你没骂他 你已经打他了 你打到他的心 他只好用拳头打你 如果你先生骂你的时候 你还是笑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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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打你 是你的脸说打我 打我 打我 所以因为你心态没改变 所以我想各位这就叫 你要怎么改变 所以佛经有个故事 各位听过 有一位有钱的太太 她为了要去拜佛 所以她从乡下找了一个奴隶 来帮她先生煮饭 她留在日就可以去寺庙 拜佛 结果这个小女生 她是个奴隶 虽然长得漂亮 她想要变有钱人 所以她就起了坏心 她用那个最热的水 趁她女主人在煮饭的时候 用最热的水泼女主人的脸 她想说让她毁容 她先生就不要她 就会爱她了 结果这个女主人 当她水一泼她 她看到了 她都没生气 她想说 没有这一位小悲女 我就没有办法去受八观灾戒 我受八观灾戒 受一次八观灾戒 可以生七次天 受两次八观灾戒 可以生十四成的天 太好了 所以她不恨她 她水一泼过来她不恨她 结果不恨她 她整个脸不但没有受伤 变凉水啊 很奇怪 结果旁边的工人看到了 就把那个小悲女抓起来打 她说你们不能打 你们不能打 明天我带她去寺庙 你看她也不恨她 她心态改变了 命运改变了 结果到了寺庙 佛陀就赞叹她 哎呦 因为你不生气 你改变命运了 如果那个时候她泼你热水 你一生气你就毁容 一毁容 你先生就把你赶出去 然后呢 那这个悲女就站在你家了 但是你一念头不生气改变了 这个悲女还觉得自己错了 结果佛陀一讲的时候 那个悲女跪在那边哭啊 我忏悔 我一时嫉妒心生气 想要抢我女主人的位置啊 她对我那么好 我还要抢她 她就跪在女主人面前说 我发誓永远做你的仆人啊 所以佛陀又感化她 她不但没有敌人 还多一个最好的朋友 一个心态就改变世界 所以我想各位那么会算命 非常好 至少你了解一下自己 但是最命 生命是你的心态造成的 那如果你要问你的心态如何 问你老婆就知道了 问你老公就知道了 问你的家人就知道了 因为你家人跟你在一起 你有些人 像有一个生意人 他问我师父我认真 都不赚钱了 我说你看你那个脸 就倒霉脸怎么会赚钱 和气生财 要笑啊 要笑啊 来来来 各位笑一下给我 有些人还笑不出来 那个脸已经变扑克牌 和气生财 做生意本来就要这样 笑笑笑笑笑 不要生气 生意很好 你都不笑 然后还会生气 就把财神给踢出去了 所以命运 心态 行为 除了守戒律 那各位要开始 改变自己的心态 所以经典说 如果你心情不好 不想笑 念一下 那么弥勒尊佛 他说 弥勒菩萨慈不慈悲啊 故意吃的胖胖的 你看到我就笑 他就是要让 他叫欢喜心度众生 痛苦的时候 念一下 那么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慈悲 就苦就难 弥勒菩萨慈悲 给人快乐 所以叫大慈弥勒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就希望 你去学他的样子 然后你心态改了 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得哀症也好 生病也好 赚钱也好 然后你相信因果 善良的心 慈悲的心 原谅别人的心 会很好 所以如果你谦虚 微笑 把对方当做妈妈爸爸 我要来帮助你 对方看到你 就很喜欢听你讲话 讲错也变对 这样 就是听到你讲话 看到你脸就高兴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师父我也常跟我讲 因为我都去监狱写讲课 监狱的人 你看到出家人不高兴 也有给他讲道理 但是我师父说 你进去里面要当做 对方是你的哥哥爸爸 所以我进去 我不会说 你们这些犯人 等一下换我被打出去 然后你要讲 他喜欢听的事情 所以各位太太我劝你 多讲一些 你先生喜欢听的 你不要没事 他心情还不错 打电话给他 我跟你讲 你儿子又跌倒了 捏一下 报喜不报忧 对 要讲好事 讲快乐的事情 他正在打麻将 你打一个坏事 打输回来还打你 他本来快赢了 你一个倒霉鬼打电话来 不回来 不回来 对 他输了老半天 终于现在赢了 所以因为你这样一句话 还不高兴 当然讲这个你要学习 你要讲控制自己 对 你要先控制自己 我不生气 我不骄傲 然后我再来跟他讲话 可以 你跟你儿子讲话也一样 你希望他不要赌博 不要再打电灯玩具 你骂他 你骂他 你骂他没用 他打得更厉害 你要笑笑的 哎 儿子早一点睡哦 眼睛才不会红哦 然後送他喜欢吃的 慢慢慢慢 他不会怕你 他敢跟你聊天 那 我们叫什么 来 陪着儿女成长 要陪着他 而不是管他 管他 因为我认识很多做坏事的年轻人 爸爸妈妈 两种 一种是管得太严 第二种是不管 就是这两种 爸爸妈妈不在了 单亲 所以他儿子变 爸爸妈妈太严 也没有用 你不自由 所以他就跑外面 乱交朋友 完蛋了 变坏了 因为爸爸妈妈 不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爸爸妈妈 不能听他讲话 所以我想各位 一定要学 虽然我们 讲佛法 我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 但是你要很有耐心 细心跟他讲 你要用他懂的语言 而且欢喜的跟他说 这一点 就像我自己 我每天照摄影机 我都会看 我讲话有没有在笑 因为唐太宗说 讲话不笑的人 做不了大事 我都背起来了 背下来 讲话不笑的人 做不了大事 人家做皇帝 所以各位你就算生气 你讲话也要笑笑 因为对方做错好可怜 我怎么帮助他 对方已经做错了 你又很生气 帮不了对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不用这种方法 真的对不得不的时候 展现一下神通 再来讲可以 不然的话 有时候我们要问自己 生气那么多次有用吗 骂他那么久有用吗 气死你自己 所以当然讲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改变命运 第一个要相信因果 因果这个因就是代表心态 你的心态要先调整 然后讲话行为调整 然后你的病就会好很多 有些人晚上睡不着 有些人得癌症 得癌症有吃素 我吃素了怎么还得癌症 你嘴巴吃素心里没吃素啊 所以你还是不高兴啊 所以你那边酸那边痛啊 癌症啊 所以 所以医生就会说心态很重要 太紧张 压力太大 脾气暴躁 就会伤害到你的肝啊肺啊心脏啊 我认识一个出家人 很正很端正 不做坏事的 那是骄傲看不起别人 结果呢不能走路 鸡嘴太硬嘛 个性硬所以鸡嘴骨也硬掉了 看不起别人骨头疏松症啊 没办法啦 所以就叫外强中肝 就是变成这样 那个性如果改变 那命运就会改变 所以我讲的这个 还不属于解脱道啊 我们菩萨道 这还叫人天福报 那因为做人嘛 人很重要 一个人有钱漂亮 但是跟他相处不快乐 那也很痛苦 一个人就算很穷 那这个人微笑柔软 关心别人跟他相处很快乐 那你让周围的人快乐 你自己一定快乐 你念一下 给别人快乐 自己就快乐 让别人痛苦 保证你痛苦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所以就像佛陀说的 你骂人 就像在空中土壇一样 最后跌倒自己 所以既然我们修行了 那各位要开始改变 再念一次 不骂人 多讲好听柔软的话 好不好 不好就拉肚子 你要发愿我 不然没用啊 你明天还是骂人 那是骂人 我们师父好会骂人 就讲这句话 师父都在骂人 因为师父脾气不好吗 但是你改变你的 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好 所以中国人说 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财呢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为什么福报这么大呢 玉界天福报最大的 玉皇大帝 念一下 守五戒 圆满妻得行 五戒刚刚念过了 就是不会损福报 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音 不邪音 不喝酒 可以升天 为什么升天 这么多天神他做衣服 你不能打的 先生要打太太 马上打电话 警察就把你们两个隔离 18个月不能讲话 这就是科技进步 可怜 这种情况 就不用谈孝顺了 但是我们缅甸也好 我们华人 中国人 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孝顺服 第二个 尊敬师长 我缅甸人看到老师弟弟 对不对 能比老师高 尊敬有智慧的人 所以福报大 第三个 重点来了 不骂人 第四个 不骗人 我不骗人 不说是非 玉皇大帝福报那么大 就是这三个 所谓 所以中国人讲 沉默是金 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大家都知道 泰国人跟缅甸人一样 这边摆佛像 这边挂爸爸 这边挂妈妈 非常好 把他老师父也挂在身上 尊敬师长孝顺父母 但是嘴巴要修行 不骂人多讲好听的 不骗人多讲老实话 不说是非 尽量当做你不知道 他有缺点 尽量讲他好了 对方高兴 第六个 慷慨不失 所以各位要习惯不失 刚刚我们沿路 很多人都在建庙 车子一直停一直不失 我们大游览车 我们战日法师 干脆换很多一千了 大车不能停 窗户打开 用傻的 缅甸人最喜欢用傻的 前天他们去 我们去那个最大的佛 来不及发 他们居然用傻的 我问他们傻多少 一张都是五千的 我说缅甸人不抢破头了 那些信徒 通通通通是五千的 但是这叫慷慨不失 我刚刚去Sky 建了个比丘尼的会长 我也希望各位做这个功德 我一问山上比丘尼有七千六百八十个 Sky有七千六百八十个 因为昨天共生很多来了 五百个寺庙 每个寺庙两个人 很多老人 很老很老 要人家撑着走 所以我就跟他答应 我每年 我会找信徒 凑三千万棉币 帮助这些老人 病人 穷人 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 你也加进去 好不好 加一千块 加两千块 就越来越多 每年 那他们就可以帮Sky 山上这么多 小小的比丘尼 老老的比丘尼 跟金多燕 因为我们钱也是寄给金多燕 每年三千万做底 再加上各位布施 布施 布施 这里面有两个 就是布施痛苦的 我们叫慈悲基金 生病的 痛苦的 因为大乘佛教 慈悲很重要 布施要给出家人 不居罗尊者 九十一节不生病 不生病最好的方法 就布施这些出家人 他在最苦的时候帮助他 那因为这边山上也有 有医院 有人供家杀 都很好 但是如果他做不到了 他必须要 另外钱再买的 那就从这个钱去做 非常好 还有一个我也希望各位做 我刚刚跟会长说 我们都喜欢吃素 因为吃素 念经好听 脸亮亮 他就说 对了 自从认识你以后 我都吃素了 但是我们要想办法 我们要煮好吃的树给他吃 然后布施 他以后也会吃素 那位比丘你说 对对对 吃素好 吃素好 如果我年轻出家碰到你 我就跟你出家吃素了 那是你也要帮助他 所以我在这边希望大家 我也跟我们 金多远 李基斯说 最好初一食物 我们华人煮素食 去食盖 对不对 然后就 那些脱博的师傅 然后他们来吃 最好各位乳豆干很香 比肉还香 然后他们就会吃 他就会吃习惯 哦 素食好吃 这就是布施吧 所以佛陀说 布施好吃的食物 得到五种功德 气色好 声音好听 外表亮 生活安稳 口才好 那除了布施人 还可以布施动物 蚂蚁 缅甸什么不多 就是蚂蚁多 全世界看来看去 缅甸蚂蚁最多 但是佛陀说 你布施一只蚂蚁 等于念了一部 《贤结经》的功德 你布施十只蚂蚁 等于念了一部 《大藏经》功德 念一部《大藏经》要五年 你布施一千只蚂蚁 来世作国王 所以缅甸真的太好了 蚂蚁多 出家人多 出家人上贡三宝 蚂蚁鱼下尸吧 所以各位 多买一些面包 捏一捏 丢到伊洛瓦底 这样 鱼很多 今天下午我们要放生 放两种 中午 大的跟小的 小的要放到有草的地方 比较安全 但是要布施一些面包 给他吃 大的也需要吃 但无论如何 河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 所以 玉皇大帝的七个德行 前面再背一下 来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不骂人 不骗人 不说是非 慷慨布施 各位多做 不是钱的理由 水啊米啊都很容易 第七个 来 不动气 不要爱生气 你要长得漂亮 就不要生气 你长得不英俊 不漂亮 要忏悔 因为佛陀 念一下 忍辱得端正 一个人修忍辱不生气 他外表脸都很端正 所以再背一下 不施得大腹 持戒得升天 忍辱向端正 脚也好看 腿也好看 头发也好看 爱发脾气 你看到后面头发一根一根像针 不好看 那佛陀的头发又弦又不用烫 因为忍辱柔软 所以各位这要忍辱得端正 就不要爱生气 所以玉皇大帝 这七个德行很重 因为各位是在家菩萨 一定要有福报 那我们出家人更要有福报 更要做 为什么 出家人有福报 你才可以帮助别人 在家人有福报 帮助自己 帮助家庭 因为有些缺点 人家会跟我说 有些缺点 人家不好意思跟我说 不好意思跟我说 他们这些老师傅会看会看 跟我们说了 那你就要改 一定要改 因为叫修行 就是改正自己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对不对 像今天早上我们参加法会 今天晚上下午回去 请你改一改 好不好 然后你老公说 哎呦你多去一点 你去那边回来就改了 太好了 你多去拜拜 多拿一点钱去布施了 那如果你不改 没用啦 没用啦 你不要去了 没用啦 那边迷信 没用啦 回来脾气又不好 又吝啬爱骂人 那修行没有用 所以我想 那各位这三个再背一下 布施得大富 持戒得升天 忍辱得端正 精进得功德 但是你要努力去做 叫精进嘛 你要精进去布施 精进的慈戒 精进的人入 那你就得到 世间最大的福报 释迦牟尼佛你看 外表是黄金的 脸这么庄严 身材庄严好 声音好听 那这些从布施慈戒 人入 精进来 这就是戒律 我们讲戒 不是光不杀身 大乘佛教的戒呢 就包括 你一定要去布施 你不能生气 你要努力 不能懒惰 所以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 你都要精进的去做 所以我们讲佛法 第一个 那一定要先让大家了解 我也希望各位 带小朋友来听佛法 好不好 最重要 因为如果你小朋友 你的儿子女儿 你的孙子 没有学佛 那就好可怜 他们将来钱花光了 不知道干嘛 如果他学佛了 保证你升天 为什么 他每天做功德 回向阿嬷 回向阿公 对不对 他会感谢爸爸妈妈 学佛的一个基本就是 懂得孝顺 非常孝顺 但是我们讲到孝顺 不是光这一辈子的爸爸妈妈 念一下 所有功德 回向往生父母 回向妻子父母 回向历代祖先 回向冤亲债主 回向堕胎流产胎儿 我有发一个愿 我们法师都有 所有死亡的儿童 堕胎的小孩 我们要发愿 免费慈悲超度他 好不好 所以各位如果有 等一下中午休息登记 不要不好意思 不小心流产的 生下来就死掉的 不得不堕胎的 要超度他 因为你不超度他 他就会找你 他很痛苦很痛苦 因为我们相信轮回 然后他找妈妈 妈妈不理他 他就找哥哥 找姐姐 找妹妹 他就生病了 不赚钱 这个叫冤亲债主 所以冤亲债主 有可能是祖先 有可能是兄弟 有可能是堕胎胎儿 再多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杀掉 吃掉了动物 所以各位佛经说的 一只鱼死掉了 七天之内 一只猪 一只鸡 死掉了 七天之内 你杀他 切他 煮他 他都还在痛 所以我们人都知道 死掉了 七天以后才可以埋葬 七天之内 搞不好他还有感觉 他没有离开这个身体 所以你去杀他 煮他 他就在痛 因为他执着 所以讲到这一点 各位最好 就少吃肉 好不好 你就可以快乐 长寿健康 不容易得癌症 得癌症的人 马上吃素 忏悔 他就好一把 你试试看就知道 别人得癌症 你叫他 不要吃肉了 忏悔 偶尔就放生 他就很健康 所以吃肉 没办法修慈悲心 所以我们对南传佛教 缅甸 他们出家人喜欢吃肉 我们也要慈悲 所以各位 你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也要这样念 来 南伯观音菩萨 愿所有出家人健康 被人类吃掉的 鱼虾肉 得到超度 南伯观音菩萨 各位不管你在家里念 巴黎文的经 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也要记得回向给他们 这就是菩萨道了 因为念经力量很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那么哈拿大纳都 也念大悲咒 力量很大 但是如果这个 大悲咒这么大的力量 只有回向你肚子不要痛 那就不慈悲了 它叫小悲咒 大悲咒 我念大悲咒 我念 回向给所有的地狱二轨道 所有的人 那力量变成百千万一倍 念完再回向你自己 可以 念完再回向给妈妈 可以 妈妈生病 我念大悲咒 一般我们是这样 来 生病的时候 念普门品 超度的时候 念地藏经 或阿弥陀经 心情不好的时候 念心经 断烦恼 念金刚经 都可以 特别是生病 所以你生病很严重 我劝你很有用 你要吃药的时候 念一遍普门品 或是你要念一遍 大悲咒 或是你都不会念 你就念108次观音菩萨 你要吃药的时候 因为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 观音菩萨有三百多个 消除生病的咒语 所以你念 吃药的时候 就念一遍 那这样 很快 你会觉得生病很快 超度祖先 堕胎胎儿 送地藏经 如果你没时间念 那你就念108次 念一下 能摩地藏王菩萨 能摩地藏王菩萨 或是你用炼珠 你用炼珠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念108遍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堕胎胎儿祖先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念108遍好不好 希望今天来我们的祖先 堕胎胎儿啊 这些造成生病的冤亲在祖都得到加持超度好不好 我们要念108遍 有的就拿出来 没有的赶快去买一条 佛经说的 手上拿一条链珠挂在手上 就不会下地狱二轨道出身道 因为你带着就是带着三宝的意思嘛 带着三宝对三宝有信心 就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身道 所以我们现在念108遍 为所有往生者 还有你身上生病的 造成你生病的 可能是祖先啊 哪一个冤亲在祖啊 流产胎儿啊 腰痛啊 对不对 搞不好跑到你的膝盖啊 跑到你的心脏啊 然后我们大家超度他们 不但超度他们 来念一下 地球的众生 宇宙的众生 地球有这么多人 这边是宇宙 都念给他们 好不好 念一下 心量越大 力量越大 福报越大 所以你最好在你家里贴一张 六道轮回图 念的时候 看着地狱念 看着恶鬼道念 因为很慈悲 所以佛事都是这样 前面摆佛像 后面呢就可以摆着六道轮回图啊 生病的人 像你 你自己妈妈得癌症 你希望妈妈赶快好吗 那你念阿弥陀佛 要是佛念给所有得癌症生病了 再回向给妈妈 力量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学地藏王菩萨的心态 慈悲 把众生都当做妈妈爸爸 然后你念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说 一个人灵命中了 就算一只动物要被杀了 听到一个佛号 菩萨的名号 听到一个经典的一句话 他就不会堕落地狱鬼道出生道 因为地藏王菩萨 答应释迦牟尼佛 他说释迦牟尼佛你入涅槃了 到未来弥勒菩萨出生之前 这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我地藏王菩萨就挡在地狱的门口 只要他愿意念一句 一句佛教的话 或是菩萨名号都可以 乃至我地藏王菩萨 他就永远不会下地狱 那至少我们希望他们 脱离地狱鬼道出生道 先超度 这才是孝顺 孝顺不是光这辈子的爸爸妈妈 这辈子爸爸妈妈要孝顺 妻子父母历代祖先都要孝顺 这中国人最重 所以我们念108遍 然后大家观想地藏王菩萨来了 然后我们心变地藏王菩萨的心 好不好 念一下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成菩提 众生是我父母 你要有这个心态 心态是地藏王菩萨的心 嘴巴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字 外表 观想你变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坐在你头上 好不好 很慈悲 然后这样身体嘴巴心态 都变地藏王菩萨 然后帮助六道众生 最好你观想 你现在不要怕 现在在大殿 观想你走入地狱 走入二轨道 会不会怕 现在旁边人那么多 不用怕 最好你观想 屠宰场 殡仪馆 你一个人去大家都去了 因为你的心态 然后就帮助他们 好 开始 先念 齐请地藏王菩萨 来 南摩大愿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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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开始念108遍 很认真 来地藏王菩萨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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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波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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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菩薩 我们再念几遍 现在各位 你把思想转 那边有车祸撞死 那个房子曾经有火灾 在那个地方四场杀很多鱼 然后你想的都是那些痛苦的 然后嘴巴念地藏菩萨 你的心就变成地藏菩萨 然后也想到你正在得癌症的人 正在生病的人 你帮他念地藏菩萨 他的冤亲在主得到超度 包括你自己唷 念的时候如果你腰痛 你用你的手摸摸腰 肚子痛摸摸肚子好不好 我替妈妈 妈妈往生了 爸爸不在了你唷 爸爸是心脏病走的 爸爸是胃癌走的 然后就可以超度他 我们这样念念看 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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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父母众生 所有病苦者 消除业障 往生的得超度 往生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地藏菩萨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3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9点 马来西亚 槟城菩提国中 八观灾解 3月29日 香港红法行程 3月30日 星期六 念地藏菩萨 鲁舍纳佛 持在处罪一千节 上午10点半 香港北角城树渠大会堂 上供下施祈福法会 晚上七点 佛学讲座 讲题 慈悲大爱 众生一体 3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10点 香港上村八香古庙 点灯 要供 祭慈悲诗时 4月1日 星期一 上午9点半 即下午3点半 香港北角码头 护生 4月3日 星期三 念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持在处罪七千节 上午8点半 板桥 被怨寺 八观灾解 慈悲三昧水灿法会 点灯电话 02 2951 0565 4月5号星期五 清明节 念定光如来 持在处罪四十节 五殿处江王千秋 上午10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前广场 清明孝亲报恩 点腕灯 供外水 要供 护生 几十时超度 联络电话 02 29178855 03 533 7368 4月6号星期六 距十月 等持如来 殊胜功德日 善行 与恶行成 十万倍 上午8点半 台中 五方讲堂 清明孝亲报恩 传授 八观灾解 联络电话 04 2238 9987 4月7号星期日 距十月 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 一千倍 玄天上帝万寿 上午8点半 高雄和春技术学院 大发校区 篮球场 清明孝亲报恩 传授八观灾解 护生 点腕灯 供外水 要供 即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7556 9911 07 71035 522 07 722 1749 07 365 4369 07 221 2323 07 783 1120 07 622 2555 4月9 4月10号星期三 距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 一千倍 祭功活佛成道 上午8点半 麻豆园区 亲民孝亲报恩 传授八观灾灾红灾 护生 点腕灯 供外水 药供计 诗诗诗超度 联络电话 06213 1112 065719119 4月11号星期四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下午一点半 嘉义启治学校慈悲关怀及亲子教育讲座 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4月12号星期五 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持在除罪三十节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六点变成江王千秋 上午八点半 云林观音讲堂 八观栽戒 点灯 供水 又供即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5-633-1565 4月13号星期六 据十月 药师如来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百万倍 上午十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前广场 点万灯供万水 要供 互生 祭慈悲诗时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新店大名讲堂 举办传授八观栽戒 护生 点灯 供水 烟供 即时时超度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4月14号星期日 上午八点半 地点 新店大名讲堂 地址 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 五十四项28号三楼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2-2917-8855 上午七点半 于松山新店线 捡运七张站一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海涛法师 冲绳除杖祈福慈悲之旅 恭请海涛法师领众 日期 4月15号星期一 至4月20号星期六 共计六日 行程安排 参访 赖长岛 普天监工 金武观音寺 金龟仁成姬 古琉球王国中弟弟 首里城 波之上神宫 冲宫 世界文化遗产 斋场育月 日本第二场的超壮观 中鲁石洞 育拳洞等等 报名专线 台北生命道场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太阳 counselor erti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